马来西亚 槟城 春节都会举办庙会活动 慈祭人士以善以笑以爱为宝 让子女有机会为父母亲奉茶 槟城庙会一年一次的大活动 慈一志工一大早就来布置 大家分工合作 有默契 都希望能够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大家都很有默契 所以槟城我们一早来的时候 大家都自动出发 自己会去找事情来做 所以也是有那种互相帮助的精神 五龙五师 锣鼓喧天 各个宗词展现自家的传统文化 今年以一家传艺宝为主题 让参加的民众能够更深入了解 慈祭则是以善以笑以爱为宝 希望透过奉茶表达对长辈的敬爱 今天的主题是以善以爱 以笑为宝 因为他们说敬爱父母 弘扬大地的健康 我觉得这次封茶是很荣幸的一个机会 因为也是为了报答父母 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他们封茶给我们的时候 我觉得很兴奋 因为没有试过 之前他们是有泡饮料给我们喝 但是感受是不一样的 新春温情满人间 期待荆棘年 能够是美好的一年 大安新闻之间 美之宫马来西亚报道